中一位偶像是孫中山先生 我們從小都讀過孫中山先生 對於什麼是真 什麼是對 他是破除了一個迷信 他是相信科學和醫學 醫學的其實都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很乖 因為我家裡的人比較多病 就很希望立志成為一個醫生 幫到更多的病人 見得多我爺爺怎樣醫人 針灸 開藥 一個小時後病人真的醒來 我真的很驚訝 所以當年我也是希望做醫生 安徽教授就是楊梓梓教授兩位 我們每一個都是他們教出來的 不只是他的醫術招著 而是他們對於工作的熱誠 是非常感動我們當時每一位同學 楊梓梓榮教授 楊梓梓榮教授在退休後 很長的時間回到馬利醫院 去教導我們和幫助一些病人 他就是梁志雄醫生 除了自己做一個很成功的醫生 醫很多病之外 他在社會上非常熱心服務 亦都是因為梁醫生 令我除了做醫生的工作之外 去貢獻在社會的其他義務工作 楊梓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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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我去看病人其实不是帮病人 而是一个病人身上学习 其实是病人帮我去学医的 我毕业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医生 其实应该尽自己的努力 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帮助病人 所以研究是很重要的 研究是在没有出路的时候找到的出路 必须走路 我是袁国勇 我是高永文 是香港大学医学院 1981年的毕业生 我期待 在接下来一年见到大家